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一度令中国人欣喜若狂的是一位叫朱建华的年轻人 同样生长在上海这座城市 同样也是在田径这个项目上 朱建华当时的影响力可以说完全不亚于今天的刘翔 1982年朱建华来到了印度新德里亚运会 面对两名强劲的日本对手 他连续征服了2米26 2米30和2米33的高度 金牌早已是囊中路 数以万计的现场观众兴奋不已 一起喊着2米37 2米37 这个高度正好比东德运动员韦斯格 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创下的世界纪录高出一里 最终朱建华未能在印度刷新世界纪录 但他在一年后的中国全国运动会达成了梦想 在1983年6月全运会田径御赛上 朱建华跳出了2米37的成绩 三个月后的决赛中 他跳过了2米38 积分牌上打出了祝贺朱建华 跳高创世界纪录的字样 观众尽情缝乎 1984年6月 他到东德参加国际比赛 把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再推高一厘米 一年之内 他三次打破世界纪录 1984年 年纪21岁的朱建华 在光环的笼罩中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 在田径决赛的举行之前 徐海峰已为中国夺得了奥运第一金 女排也传出佳绩 对于这位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中国人自然充满期待 在上海的亲友 早已准备好庆祝胜利的炮长 记者也聚到了朱奖 等着抢发好消息 但无形的压力 令朱建华难以平静 他最终只跳出了两米三一的成绩 得到一面红牌 虽然这已是当时中国田径运动员 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但期望太高的人们 是无法接受这枚红牌 有人聚集在朱家门口 无礼谩骂朱建华和他的亲人 最后还砸破了他家的玻璃窗 被受伤害的朱建华 选得了淡出体坛 随后他赴美游学 直到多年以后才回到了家乡上海 成为了一名商人 朱建华在一年之内三度改写了 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壮举 引起了世界体坛的震惊 许多国家都将他评为 1983年世界最佳运动员 作为当时世界上跳得最高的人 却没能够取得奥运金牌 成为了朱建华一生的遗憾 而他在奥运会上的落败 也使他从此慢慢的被人遗忘 其实直到刘翔夺得金牌之前 朱建华的铜牌 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枚奥运田径奖牌 而他跳出的2米39的高度 直到2006年底 仍然还是亚洲纪录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唯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